希伯来书第六章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不必再立根基 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 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 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 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的滋味 又与圣灵有份 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觉悟来世全能的人 若是离弃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 明明地羞辱他 就如一块田地 吃过屡次下的雨水 生长菜书 合乎耕种的人用 就从神得福 若长荆棘和吉利 必被废弃 尽于咒诅 结局就是焚烧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虽是这样说 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 而且近乎得救 因为神并非不公义 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 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 就是先前伺候圣徒 如今还是伺候 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 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 一直到底 并且不懈怠 总要效法那些 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 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 可以指着启示的 就指着自己启示说 论福 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 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这样 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 就得了所应许的 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 并且以启示为实据 了结各样的争论 照样 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 格外显明 祂的旨意是不更改的 就启示为证 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 神绝不能说谎 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 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 可以大得勉励 我们有着指望 如同灵魂的毛 又坚固又牢靠 且通入漫内 做先锋的耶稣 既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成了永远的大祭司 就为我们进入漫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